我想把这一种华夏服饰 送给我们一带一路 大美中华非洲行 捐赠给非洲的肯亚塔大学 孔子学院的服装学院的博物馆 来传播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文化 建立我们更多的中非的友谊和商贸 能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在那里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能够看到我们华夏民族的服饰文化 这是服饰里的瑰宝 代表着中国人民 代表我们给非洲人民的友谊 筑马95%产生于中国 中国对世界纺织品有两大贡献 一个是丝绸 一个是筑马 筑马是我们中华民族纺织品当中的 点击中的点击 我这一组服装将全部用筑马来展示 从三皇五帝一直讲述到民国初期 我们华夏服饰是以礼仪之大为之下 张福之美为之华 到了我们的战国时期 上衣下裤 它来自我们游牧民族的基因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民族国家 须夸跑跟南山进行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保持了我们龙根民族里的上衣下赏的形式 宋朝的时候有个典型的服饰 被子 这个被子是开筋的 非常简练 非常淡雅 这件衣服是明方里 之前是比较奢侈品 但慢慢到明朝 典朝这个时候 筑马已经开始吐气 大部分的老百姓 都是以筑马的服饰为主 所以我这里展现的都是一个筑马 我们为什么要用筑马来承载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炎帝老祖 筑马为步 始作一伤 它就是六千七百年前 就已经发明了筑马 而世界筑马看华生 华生筑马看雪松 我们的筑马不单属于我们胡乡 它属于世界的 我们要让我们是的能量 要足够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基因的承载 我们更要做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走向国际 把更多的中国文化传给更多的国家